KING 都市人越來越注重健康飲食 又要吃得足夠經濟 沒問題,有大廚出手 教你用有形食材 炮製三低美食 熟悉味 Mabel 最近天氣開始變成太冷 和太大風 你相信 Shelton 一出出去 tussen風吹起來 會聞到一股香味 香味?有嗎? 刺花薯,拔馬 甚麼?你在說爹地味嗎 但我比較喜歡吃栗子 為甚麼?番薯比較好 栗子比較好 為甚麼 你跟我煮過就知道了 是嗎?好 順利一次 來吧 聽說你這道菜名很有秋天氣息 沒錯,轉季了 你最喜歡吃甚麼? 當然是栗子 是,這個叫三杯烤魚 加栗子 加栗子 我們首先要處理甚麼 先處理栗子 因為我們坊間買到的時候 通常都是這兩種最常見的 這就是油殼的栗子 需要自己去學 這就是現成的栗子肉 雖然它比較方便 但味道也因為沒有了殼 很容易揮發 沒有了水分 沒有了自己本身的味道 我們用這些有皮 圓粒的栗子 相對就會更加濃郁 對,我馬上想問一下 怎樣可以關掉栗子 關栗子 關栗子 通常我們最常見 就是街邊炒栗子 都是炒好的 對,但如果我們自己做的話 就可以先煮還是煮煮水 在上面有毛毛皮的位置 輕輕割開 即是割兩刀 割兩刀就可以了 純粹等待煮滾了時 會自己爆開 殼就會很容易掉出來 因為平時外面的炒栗子 都是因為它受熱 然後會自己在位置爆開 這樣就容易撕掉 對 好,那這邊水已經煮好了 我們把栗子加進去 要煮多久呢 煮多久呢 大約10分鐘左右 5至10分鐘就可以了 它會否變熟了 它會變熟了 但是不會全熟 除非煮得很久 這樣就會熟透 我們同時加一點鹽 為什麼呢 讓它的味道更濃 好,那這邊就讓它慢慢煮 另一邊我們就可以切配料 包括蒜頭 我們輕輕拍一下 薑 切薑片 這個六個型 你也相對切得厚一點 厚一點 因為跟蒜的形狀差不多 還有紅尖椒 加一點辣味 加一點辣味 加辣味,而且是狀色為主 不過三杯… 我真的吃過三杯雞 三杯鴨也有吃過 但是魚就真的沒試過 魚其實很配合 而且圓條的話更有風味 所以它也比較百搭 而且剛轉季入秋冬 可能想吃得比較濃味 或者有一點暖身的效果 這個也很適合 我們就可以起鑊煎魚 這邊就讓它照燒煮好 你心中有鮮魚嗎? 對,心中已經在計四分五十八秒 倒數筋 多油還是少油? 多一點都可以 因為本身煎魚也需要多一點油 令它沒那麼多黏底 差不多了嗎? 好,我們準備好生粉 同時我們給魚一點調味 是 加一點鹽 好 要不需要在中間割多少 讓它入味一點? 也好 很有主意 很喜歡有件事性的… 也可以 你想快點入味? 是 想快點煮熟嗎? 想快點吃 也可以 好吧,我順應你的意思 將它割兩刀 如果真的要割的話 其實就是這樣 是 這樣 其實是因為我一般在街外吃到的 鯊魚 我都看到它是有割 所以我就問問是否會割 讓它快點入味 但煎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我看你預備了一些生粉 對,生粉要做甚麼 對,要放些生粉 煎的時候有些香脆的感覺 Mabel為何今天會選蒼魚 不選其他魚 是否特別有營養 它有急凍或新鮮 價錢相對較經濟 所以符合我們的原則 吃得低… 而且我煮的鯊魚 我比較喜歡用黃蠟蒼 因為它的肉質比較特別 相對沒有那麼腥 它爽口和沒有骨 這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老實說我不是很喜歡吃魚 我自己有點偏吃 我也是 其實我很害怕抖骨 對 而且很害怕腥 這個我很喜歡吃 魚生呢 因為我怕… 魚生我會吃 這邊看到它微微的 旁邊的位置有微焦 我們可以反轉它 夠金黃色嗎 它沾了粉 就會有一層起金黃色 對,起金黃色 而且它會相對有些香味 還有可以有一點脆鞭 可以保護它 待會營養的時候 不會那麼容易脫掉皮和肉 魚煎多久就反轉 大約五分鐘左右 因為魚本身也比較大 還有厚肉 好,每邊煎大約10分鐘 就可以封鎖肉汁和金黃色的效果 現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好 我們可以看看栗子 先交換位置,處理部分 先交換角色 看到它開始有皮的位置 已經爆開了 看到裡面的肉 有的位置 對,我們可以炒上來 我們可以開過另一個鍋 待會可以煮醬汁 多一點油 對,這邊燒熱鍋 再加多一點油 我們就爆配料 我們爆香的薑和蒜 好,我們可以把魚加進去 搬過來 好,把它加進去 同時加上其他調味料 包括紹興酒… 紹興酒 三杯 三杯… 甚麼就是這三杯 對,第二杯就是台式醬油 台式醬油相對沒有那麼鹹 而且三杯始終都是台式的味型 我們會用台式醬油 假設家裡真的沒有台式醬油 最接近的醬油是哪種呢 是生抽 生抽,當然是生抽 如果加生抽的話 冰糖的份量會加多一點 因為像生抽的鹹味比較濃 濃一點,沒有那麼清淡 我們這邊可以加冰糖 冰糖做一些炆製菜 可以令肉質或魚質 有鬆軟的效果 好,我們這邊先慢慢煮 先煮一下吧 同時可以回頭看栗子的情況 是,可以開始撕栗子 好 我們這杯只放了兩杯 我們先等一等 第三杯是甚麼 讓我聞一下,麻油 對,你這麼聰明 因為麻油是台灣菜 經常用的調味 麻油雞… 麻油雞也是我的拿手菜 對,這麼厲害 我喜歡吃,所以吃 拿手吃 我也會煮的,麻油雞 下次到你煮,讓我吃 煮後,真的比較容易撕開皮 對,而且很多次可以原汁原味 栗子的味道很美味 有甚麼營養 除了它可以健皮燒仔 而且有時可以消除皮膚 吃完之後你會覺得沒那麼累 是嗎 對 可以代替咖啡 我們撕好栗子後 可以將它加在魚上 一起煮 最重要是煮到栗子有點熟透 還有有入味的感覺 就可以了 我們煮大約五分鐘左右 好 它燜了五分鐘左右 我們將它加上最後的調味料 很香,醬汁都已經結了 已經結了,最後加第三杯麻油 我知道為什麼它要最後加 因為麻油不可以受熱太久 它會很苦 一來,而且我們的份量也多 但多之餘,我們想保留它的味道 我們留在最後才加 很香 還有加上紅椒 這個是甘不換嗎 沒錯,蘸醉吧 這個顏色很漂亮 輕輕地蘸一蘸 讓它的調味料、食材都均勻 我們就上碟了 上碟了 最後加上醬汁 好 完成 三杯秋綠烤魚 我們一起去感受秋天的氣息 來吧 好,好吃 對,真棒 對,很好吃 我們可以吃 你會吃 有一點點 有一點台灣味道的三杯秋綠烤魚 我吃了 不會客氣 對,再增加一些秋天的味道 是 試鮮魚還是栗子鮮? 先試鮮魚 鮮魚鮮好 這個比較入味 很入味 入味之餘, 保留魚汁滑溜的口感 我的腦袋先轉型 等一下 它有一點不同的味道 我不知道是否因為配鮮魚 讓醬汁配上不同的肉味 也會有不同的味道帶出來 我覺得魚是比較清淡的食材 還有台灣的魚早味的感覺 好像在家裡煮的 加上魚也不會覺得很生氣 馬上嘗嘗這粒 抽栗子 栗子 栗子咬起來有些… 不是很軟 是稍微站起來的味道 這個醬汁相對濃味 我覺得栗子可以帶點清淡的味道 一口濃一口 完全是手味呼應 反映到鮮魚是多麼好吃的 沒錯 連我不吃魚 都喜歡吃魚, 我們也喜歡吃魚 我給我滿分 我可以吃魚 我可以吃魚 可以吃魚 我喜歡吃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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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其實會還是要吃魚 吃魚 我喜歡吃魚 一定要吃魚 還是吃魚 吃魚 好, 走吧 經過剛才的餐子 你今天能否感受到律子對你的好 一點吧, 如果能更深入 我就能更多感覺 只是深入, 給你一個桂花 綠蓉山米布典吧, 入心入味 那我看看你如何穿進我的內衣 是嗎 Mabel,我很開心 因為看到這個打蛋器 就知道是做甜品 我喜歡做甜品 沒錯 沒錯,那今天我們做甚麼甜品 你改成的菜式名字 當然是在不同的材料加起來 應該是西米…不是西米放後面 桂花栗子西米蛋蛋糕 混合物,是嗎 其實我的名字不太長 只有八個字 就是桂花栗熔西米布丁 我們首先會煮熔造西米 煮到它有點滿透明的狀態 對,這邊先煮熔滾滾 西米我真的沒煮過 是嗎?為甚麼? 但你也會吃的 也會吃,但因為西米多數會叫糖水吃 很容易做,反而你少做這些 其實西米要煮多久 我們煮10分鐘 10分鐘 放進去 調校中火 待會半透明的時候 就放進水龍頭,沖了一層膠質 因為它本身是木薯副產品 所以它會比較黏身 如果不煮熔的話,你會覺得很髒 另一邊就到它出場 是 打蛋器 這個是即食的栗子 這些會方便很多 而且沒有甜味 我們加進去 把牙齒碎一點 開機時會比較容易把牙齒打碎 通常外面做甜品 例如栗子蛋糕或栗子撻 都有即食的罐裝栗子用 但通常那些會有甜味 我只想說 那種栗子蛋糕 我比較不喜歡吃 因為我本身很喜歡栗子 但它可能是加了很多糖 我覺得很奇怪 很抗拒 對,所以如果我生日 有人買栗子蛋糕給我 我會強顏歡笑 但也會吃的 如果是這樣的容量 我覺得還可以 可能我的瓷筋壓得更快 因為她的份量很小 她打不起來 而且未必每個人 家裡都有一個打蛋器 對,也對 而且未必會有Mabel的手 所以… 魔打手 這麼大力吧 對 所以可以用瓷筋慢慢壓 因為相對比較軟 對,這也是其中一個方法 如果你想嘗試兩種不同的口感 壓好後又可以用攪拌機 輕輕散碎也行 或是電動打蛋器 把它輕輕磨小一點也行 輕輕打了一點 這樣就讓它鬆散一點 但我保留了粗粒的效果 讓人覺得真的是圓粒的栗子道走出來 這個我們可以放在一旁 好 在煮西米的同時 我們可以煮滾椰汁和水 沒有次序的,純粹把它們混合和煮滾 是 交給你 好 慢慢加 加熱至全都混合就可以了 另一邊,我們這邊有三種材料 包括這個淡牛油 這個是沒有鹽的那種牛油 沒有鹽的 對,因為做甜品通常都很害怕 用錯了有鹽牛油就糟糕了 對… 那你的甜品就會變成鹹了 鹹 好,砂糖,用甜味的 吉士粉,用顏色和蛋香味 吉士粉,我做甜品的經驗 我相對比較少用 我用過吉士粉來做炸的 我試過有一次,不過失敗了 大炸了甚麼 西冷雞,失敗了 但也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是,因為粉完全炸出來 它是… 掉了 掉了 不要緊,失敗,成功之母 這個吉士粉放進去後 是非常漂亮的 它來到酸粉糊畢業較為橙鏟的 橙鏟,黃黃,還有酸的很香 另外要拿出蛋黃 把蛋黃也取出我們的蛋黃香 還有出natural的椰顏色會更黃 這樣宿上交 Grind 很漂亮,好像芒果的顏色 芒果的顏色,還有吉士粉 有時我們做奶黃,都會常用到 你那邊應該開始差不多了 看到它滑身已經可以了 待會你那邊滾了之後 我們就把粉漿加進椰汁和水 叫做布甸漿 其實做布甸的技巧在哪裏 我覺得最重要是 攪粉漿的時候一定要夠滑溜 因為很怕有時糖或粉 弄得不均勻的話 吃的時候就吃不到布甸的滑溜 但我看見也不是要花很久時間 比較省工夫 省工夫,而且這是比較地道的月式鐵品 因為以前的酒樓 他們會流行用蓮蓉做這個 但蓮蓉可能比較甜 而且栗子已經比較貴 而且這次還會加上桂花的元素 再比較貴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花 而且喜歡用食用花去入圈 譬如是桂花 桂花可以有美白和養顏的功效 這就適合我們 這邊可以看看西米狀況 是 好,看到它已經半透明了 我們可以把它倒閉 輕輕地用水沖一沖 沖了它的膠質 先把它隔掉 我不燒的時候就是西米爐 你是西米嗎 西米爐 西米爐嗎?那燒的時候呢 燒的時候不知道 要過西米爐嗎 好,這邊雖然看到還有一點白色 但待會我們再放焗爐 再烤焗 所以不用擔心 稍後會否生嗎 其實不會 我們先放水龍頭去沖水 好,生水、沖就可以 生水、沖也可以 好,現在就粉了 對,你那邊已經滾了 我們把剛才已經沖水的西米 可以加進去 我建議你現在要開一個大火一點 對,因為它加了食材 它的溫度會炸過 我們要加熱它 同時可以加上粉漿 剛才說的吉士粉、蛋黃和砂糖 我們先關火 為什麼呢?因為它有點像埋芡的動作 如果太高溫 會變成遮膩,就不會滑溜 好,你幫我刮下去 我另一邊就順著 將它攪拌均勻 開始感覺到已經稠了 對 因為它溫度夠,很快就稠了 稠稠稠稠 好,這麼快 其實已經用它的余溫 要在另一邊做一做布甸漿 它現在聞起來的味道 真的有奶黃包的味道 裡面的餡料 現在它聞起來 有沒有西領雞的味道? 沒有西領雞的味道 就是有奶黃包的味道 其實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吉士粉 所以其實甜品很香 對… 好,那我們就把它放進杯裡 其實為何它熱了之後還需要焗呢 因為焗了的話,它本身有糖分 它上面會有點焦糖的感覺 吃的時候會再脆口一點 好,我們先加一層 然後加入栗子蓉 但栗子蓉裡面 我們會加一點桂花 加香味 桂花就這樣吃 其實是有點甘口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加一些糖的東西 它真的會有點甘口 因為它自帶有些苦味 所以我們沖水或焗茶 也不會放那麼多 好,這些就把它平均分配 大約兩斤 將栗子蓉的餡料遮蓋 用匙巾把它攤開 遮蓋栗子 你喜歡吃栗子嗎? 圓粒吃就喜歡 或者煲湯也喜歡 看你這麼喜歡吃栗子 這杯,我孝敬你 這杯特別多的 栗子 它會不會太滿? 還是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 好 幸好還有一點 這個有點反差 厲害 好,這邊平均分配好了 好 我們稍稍等它 令表面可以再平一點 我們會用200度火 烤15至20分鐘 烤到表面有微微的金黃色 脆脆的焦燒的就最好吃 好 我們現在先把它烤好 好 對嗎? 好 好 好 我們來自我 我覺得很喜歡 你會去看 我會去看 你會去看 我會去看 你會去看 我會去看 你會去看 你會去看 我會去看 詩情不是畫意 先嘗嘗 焗泉舟上有一點金黃色 我忍不住了,因為真的很好吃 表面有的焦焦,令口感更加焦香 還有脆 再加上本身自己天然的栗子味 而且不會是死碟 我覺得栗子的香味 是將布甸提升了層次 不適合,而且這個布甸的口感很有趣 不像布甸 吃起來的感覺有點像雞蛋 但有些西米 這是甜品版的蒸水蛋嗎 你說得有點像 我喜歡栗子保留一粒粒 吃一粒粒就會有點咬喉 因為下面的布甸已經有點糊狀 沒甚麼咬喉 所以加上一粒粒就變成中和 很佳酥這個很好吃 又易做 使用我們繼續在這麼優美的環境 歡迎我們的布甸 享受我們的漁下時 再見 別擋著我們 再見 拜拜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觸本節目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